深夜事后 我坐起身点了根烟 你订婚了 我们分手吧 虚少笑了 他挑起我的下巴 慢不经心的抹扎着 分什么手 每个月给你这么多钱 你不会真以为我们是情侣吧 娃娃WiFi提醒 好看的全文又来咯 报复报美的宝子们 能不能借用你们的金手指 戳个小赞赞呢 感谢支持 下面证文开始 虚少的订婚消息 我是在微博上刷到的 照片里他和他的未婚妻并肩而立 虚少面上还是那副滴水不漏的微笑 那女生倒是笑得甜蜜极了 看上去动了几分真情 评论说他们是天作之和 我垂谋 给那条评论点了个赞 虚少和他未婚妻的家族企业 都联合上市了 可不是天作之和吗 即使这么自嘲地想着 但心里还是免不了隐隐抽筒 上个月有一天 虚少回来给我带了一捧玫瑰花 他喝醉了 耳根通红 连话也说不清楚 酒精模糊了理智 他看向我的眼神终于不在淡漠 虚少把玫瑰花捧到我面前 叔叔 我现在有钱了 嫁给我吧 这是罪话 不能当真 我和虚少都知道 可话已经说出口 在让他空空地落下 难免有些难堪 我站在原地 不知道如何回应 虚少已经抬手 把花丢在地上 俯身将我抱去卧室 那天晚上他的动作尤其狠 带着鼓怒气 办公室响起一阵敲门声 顾总监 总裁找你 我止住自己的回忆 捧着上午还没处理完的材料 来到他的桌前 虚少皱着眉头处理公务 好像压根就没看见我 我只好轻轻敲了敲他的办公桌 虚总找我什么事 虚少终于肯从文件堆里抬起头 看我一眼了 你把这个表格交给财务 让他们重新审过 下午我有个会 你提前把时间场地安排好 我点点头 把手里的文件递给他 这是您上午没处理完的文件 我把重点都勾画出来了 虚少金贵地点点头 做了个挥手的手势 我会议 转身关上办公室的门出去了 新来的小助理 见了我连忙凑上来 他捂着胸口心有余悸的道 顾姐你可算来了 今天公司丢了个单 虚总发了好大的火 我都被骂好几回了 只有你来 虚总才有个好脸色 小助理半是羡慕半是恭维 虚少见了我 哪有什么好脸 不过我也懒得解释 我淡淡一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虚总就是这个性格 你把自己的事做好 他不会怎么样的 小助理点点头 眼里充满干净 我看了眼他 继续回去工作了 我从大学毕业起 就进了虚少的公司 干了五年 虚少和我都是要强的性格 他不肯接受家里的帮助 独自创业 我也不肯接受 他金屋藏娇的提议 而是宁愿在公司里当过生人 从助理到秘书再到总监 虽然有虚少的提拔 但更多的是靠我自己的努力 可是虚少订婚了 我在考虑是不是要跳槽了 晚上九点 公司的人都走完了 只有虚少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我披好大衣 拿起胯包 朝他的方向走去 你要好了吗 我鞋靠在门口 虚少抬起头 眼色沉沉 并不搭我的话 我已经习惯他的冷漠 正准备转身离开 手却被一股大力拉住 我撞进他宽阔而坚硬的怀里 淡淡的薄荷烟草味扑面而来 虚少掐着我的下巴 低头吻了下来 嗯 别在这儿 我忍着叹速推开了他 指了指左上方的摄像头 虚少垂下眼 轻叹了口气 那走吧 我们回家 你的公务不处理了 明天 虚少言简意赖地结束了对话 拉着我走向车库 车里放着音乐 我们激烈拥吻 热气生疼 虚少的镜面蒙上一层白色雾气 我看不清他的眼 我突然想到 今天上午看到的那条微博 他订婚了 我心中像有一块地方 突然塌了下来 怅然若失 你没什么要和我说的 你想问什么 虚少摘下眼镜 单凤眼瑞丽地看着我 我偏过头去 心里有些气 明明我问他 搞得好像他在审我似的 虚少放开我的手 回到自己座位上系好安全带 一路上 我们默契地保持沉默 只是不知为何 叫车转过拐角时 我胸口泛起一阵恶心 虚少单手打着方向盘 另一只手 为我摇下半边车窗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最近不知道 为什么老是犯恶心 虚少文言也不再多说 继续专心开车 我看着他的侧脸 有些感慨 18岁的虚少 会因为我随口一句话 而紧张半天 但28岁的虚少不会 如果当初没发生那些意外 我们是不是会比现在更好呢 虚少不知道 我心里翻涌的心思 只当我在暗示他 他不动声色地踩下油门 一路飙回了公寓 一回到公寓 私密的空间里 两个成年男女之间的火焰 再次被点燃 虚少一只大手 抓着我的双手抵在门后 俯身慢慢品尝 我在意识朦胧中望向他 想努力记住他的脸 深夜事后 我坐起身点了根烟 你订婚了 我们分手吧 虚少冷冷地笑了 他挑起我的下巴 慢不经心地抹撒着 分什么手 每个月给你这么多钱 你不会真以为 我们是情侣吧 关系越是亲密 越是能知道对方的软肋 虚少的话像一把利剑 一下子撕开 我们表面维持的和平 直直插入我心中 那块溃烂的伤疤 那些糟糕的回忆涌入大脑 我的三分愧疚 瞬间变成十分怒意 是啊 我们捞女也有职业道德 我站起身俯视他 当初也不知道是谁分手了 还像狗一样 跟在我身后摇尾起连 虚少果然怒了 面上浮上一层薄红 被我气的 顾叔 我警告你别太过分 他忍着怒气 压低眉毛沉挚地望着我 我吓得后退一步 随即反应过来 我们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我说的是实话 虚少 你要真的不喜欢我就放过我吧 钱我会打到你账上 我们在一起这三年 就当我对你当初的补偿 分开之后我们还是朋友 好吗 我试着冷静下来和他沟通 结果虚少听了脖子上轻轻抱起 脸白了又红 我 趁着他还没说话 之前我火速开口 我一已决 今晚我去课房睡 明天你就搬走吧 我小跑到房间出口 打开房门 刚刚跨出去半条腿 整个身子就被一只大手拉住 我被狠狠抵在门板上 还跑不跑了 虚少望着毫无反手之力的我 我 放开 我肚子疼 虚少皱起眉 别跟我来这套 一股热流从腿根部流下 我脸色苍白 没骗你 虚少这时才看到我睡裙上的血色 瞬间慌了 脸色大变 他抱着我放进车里 一路急迟到了私人医院 凌晨三点 虚少和我拿着产简单 在医生办公室里面面相去 你们年轻人还是注意点 这都三个月大了 幸好没大 把单子给护士 让他给你女朋友安排输液吧 医生强忍着困倦叮嘱 我和虚少同时出声 谢谢医生 我要流产 虚少的脸沉了下来 叔叔 这时候别闹脾气 我摇摇头 笑了笑 别打扰人家办公 我们出去说 医生抬起头感激地望了我一眼 虚少有些尴尬的咳了声 我站起身准备出去 不想被虚少拦腰抱起 我有些炼热 狠狠凝了凝他腰间的软肉 放我下来丢不丢人啊 虚少痛得倒吸一口冷气 但手还是牢牢抱着我 等到了病房 虚少小心翼翼地把我放在床上 仿佛我是什么易碎的珍宝 我忍不住嘲讽 虚总不是都订婚了吗 怎么这么关心私生子的死活 虚少以为我是在吃醋 他勾唇笑了笑 想伸手摸摸我的头 被我偏头躲开了 正好护士进来了 我们又陷入沉默 隔了半晌 虚少开口 把孩子生下来吧 叔叔 我们下个月结婚 我烦躁地揉了揉头发 虚少 这根本不是结不结婚的问题 而是你根本就不爱我 你之前才说 我们连情侣关系都算不上 可现在不过是多了个孩子 你的口风就彻底变了 你年轻又多金 要真想找人结婚 给你生的孩子 应该一大堆人上赶着吧 你何必非要逮着我呢 虚少好像被我说委屈了 他眼角有些红 哑着声音 姐姐 我怎么会不爱你呢 姐姐 自从三年前 我和虚少提分手之后 他就再也没这么叫过我了 我下意识伸出手摸上他的头 就像以前他无数次 向我寻求安慰时一样 虚少 别这样 在开口时 我已不自觉语意哽咽 虚少察觉到我的松动 趁机将我的手抓住 贴在他的脸上 叔叔 我们忘掉以前的一切 重新开始吧 我早就不怪你了 我知道 虚少的话让我恢复了清醒 我擦掉眼角的失忆 打断他的话 你出去吧 我累了想睡会儿 虚少见我眉眼间 掩不住的皮衣 立马安静下来 他替我噎了噎背脚 然后站起身走了出去 虚少 这个孩子我是不会要的 我望着他的背影轻声说 虚少的身形顿了顿 他的声音带着万般苦涩 知道了 反正你做的决定 我从来没能改变过 说完 他转身关上了门 大概是受了虚少那声姐姐的影响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只要一闭上眼 就是虚少捧着奶油蛋糕 给我表白的场景 那年他大二 提前打听好我的生日 跑去蛋糕店 让老板教他做了的蛋糕 兴冲冲地跑来我的宿舍楼下 顾叔 祝你生日快乐 我 我喜欢你很久了 18岁的虚少多青涩呀 碎碎的刘海遮住眉毛 但还是能透过镜片 看到里面的水波炼焰 我望着他 都不知道自己嘴角早已勾起 你实验都做完了 虚少着急到 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 我一手接过他手里的蛋糕 另一手抱住他的腰 头埋在他的胸前 闷闷出声 虚少 我也喜欢你很久了 虚少大喜过望 一下子将我双手抱起 在空中连着转了好几圈 我拍着他的肩 让他快放我下来 你是傻子吗 蛋糕砸地上了 嘿嘿 没事 我再给你做 我们就这样 在一起了 虚少早上学一年 我晚上学一年 事宜 我们虽然同级 但我却比他大了两岁 虚少以前很喜欢叫我姐姐的 大学的时候 每次我们吵架 我被虚少惹生气了 他就上来死皮赖脸地抱住我 凑到我耳边叫我姐姐 直到把我叫的耳根发红 彻底没脾气为止 在墙角抱着头 眼眶通红地问我 怎么办呀 姐姐 我舌根发苦 说不出话 只好把他抱在怀里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会好起来的 都会好起来的 后来一切真的变好了 我们不负当初的窘境 但也再回不去从前了 我有认床的习惯 在医院的这一晚睡得并不安稳 病房外的任何动静 都能让我如惊弓之鸟般蜷缩 但后来还是抵不过困意 沉沉睡去了 睡意朦胧中 我好像听到了虚少的声音 你他妈都给我出了什么嗦主意 他现在不仅没吃醋 还闹着要和我分手 我半闭着眼 往他的方向望去 虚少的声音瞬间变小了 手捂着听筒做贼似的说 挂了挂了 等我回去再和你算账 我坐起身揉了揉眼睛 你刚刚说什么嗦主意 虚少打个哈哈 没事 我是在训那个销售主管呢 我打开手机界面 看了眼时间 无语道 你有点良心吧 现在才早上七点 虚少立马接口 试试 我回去给他们加钱 他扶住我的肩 把我按回床上 现在还早 多睡会儿 我拉住他的手 虚少 孩子的事 虚少极不愿意听我提起这事 连忙捂住我的嘴 睡觉睡觉 我陪你一起睡 我本想再开口 但看着他眼下淡淡清黑 终究没忍心 罢了 过几天再提也不迟 睡到正午 我在睁眼时 身旁已经空了 桌面上有张虚少的字条 我去上班了 晚上来看你 我暗铃叫来了护士 让他给我拔掉了顶低 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 我走向医生的办公室 和您先生商量好了 是真的不打算要了吗 医生再三向我确认 我懒得向他解释 我和虚少之间的关系 只是点点头表示同意 医生推了推眼镜 那您是现在手术 还是另一个时间 我抬手看了看表 已经快下午两点了 下个周日吧 好 约定好手术时间 我走到前台 办理出院手续 费用早被虚少结清了 我只签了个字 我正打算打得滴滴 直接去公司接着上班 一打开手机 却被满屏的微信消息 我大致看了两眼 还是那些话 无非就是我爸打牌又输钱了 还不起赌债 被人追到大街上打之类的 我扯了扯嘴角 直接回了个电话 闺女 可算联系上你了 快救救你爸爸 我妈在电话那头带着哭腔 你怎么不问问 我昨晚为什么不接你电话 不担心我一下吗 我妈愣住了 她小心翼翼地问 你昨晚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柔位柔眉心 尽量克制住自己的语气 现在问又有什么用 你就不能稍微把心 放在我身上点吗 可是你爸他 还跟了个大总裁 不想再和他进行无意义的争辩 我挂断了电话 虽然耳边没有了他的声音 但脑海里却止不住地浮现起 这些年和家里的争吵 一股突如其来的疲倦感涌上心头 我觉得支撑不住 埋头蹲靠在路边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头顶突然被人拍的拍 须绍穿着休闲服 左手提着保温筒 右手拿着水果栏 毫无总裁形象 叔叔 怎么一个人在这哭啊 我感觉十分丢脸 只想迅速逃离现场 抱住我嘴里还不忘调侃 这么会儿不见就想我了 我红了脸 半是羞的半是气的 虚少把手里的东西放在路边 缠着我走到长一处 你不是说晚上才来看我吗 怎么来这么早 我望着正低头给我揉腿的虚少 他头也不抬的说 今天事情不多 就提前过来了 我心想放屁 虚少的日程表 是我亲自给他拍的 明明今天这个时候 他应该坐在会议室 和甲方签合同 揉了一会儿 我腿不抹了 虚少一脸关切地望着我 还能走吗 要不要我背你 我看网上说孕妇都容易腿麻 我没说话 直接站起身 狠狠踩了他一脚 往前走得虎虎生风 虚少也没生气 只是跟在我后面 脸喊慢点 走到人烟稀少处 我忽然站定 转身向后 虚少没预料到我的动作 猝不及防地与我对视 虚少 我最后跟你说一遍 我不要这个孩子 你之前哭是因为这个 虚少捶下薄薄的眼皮 低声问我 我本想告诉他不是 但却本能地沉默了 虚少缓慢地一下一下点头 比起回答我 更像是在喃喃自语 不要 不要也行 你开心就好 我有些不忍 偏过头去不看他 我不明白 明明说拿我当玩物的是他 现在这么伤心的也是他 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他 你已经做了手术了 虚少出声 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回神 还没有 我和医生约的下个周 虚少眼里闪过一丝喜色 那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吧 怎么说我也是孩子的爸爸 这是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 我点头同意了 虚少情绪恢复得很快 他重新牵起我的手 那先回家 我让阿姨给你炖了鸡汤 他指了指手里提着的保温筒 我这才注意到 他今天的老头穿搭 笑着调侃了几句 虚少摸了摸后脑勺 也没兑回来 后来在车上我尝鸡汤的时候 有些惊讶 这阿姨的手艺 怎么退步这么多呀 虚少倾咳两声 很难喝吗 我点点头 他抿唇 头转向一边默默扔下一句 我做的 我只好硬着头皮 又喝了几口 下周日来得很快 几乎是一眨眼 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到了 如果不是医院护士 提前给我打了确认电话 我都不敢相信 我和虚少的这一周 相处得出其愉快 大概是因为心态放平了 我和虚少说 让他陪我去医院的时候 他连脸色都没有变下 只是呆了一秒 随即笑着点点头 不过去的时候 还是出了点意外 他临时接到电话说 要回公司一趟 让我自己先走 于是我自己先开车到了医院 坐在走廊上独自等待时 有位孕妇上前同我大话 你肚子里的几个月大了 三个月了 都三个月了 打掉不心疼吗 生下来不合适 没有什么心不心疼的 我淡淡道 他颇为心疼的 把手放在我的腿上安慰道 没事 还年轻 以后有的是机会 我眼带感激 笑着向他点点头 是啊 还年轻 还有机会 等这次手术出来 也是时候和虚少结束了 我这么想着 不履从容地走向手术室 林门一脚 却被手机的疯狂震动打断了 喂 顾姐 须总出车祸了 严不严重 哪家医院 就在人医 具体情况不知道 反正当场就昏迷过去了 我挂断电话 取下身上的病符 开始往手术室的反方向小跑 护士在后面追着我问 顾女士 手术还做吗 我加快脚步 头也不回地说 我有急事 先取消 我跑到车库 一打开车门 就钻进去踩了油门 直到车子奔跑在道路上 车窗的风吹得我脸疼时 我才感觉到 自己急速跳动的心脏 须绍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 我一路小跑到助理所说的病房 推门而入 只见须绍头顶缠满冬带 面色苍白地躺在床上 助理在另一张病床上 靠着刷手机 他怎么样了 助理见到我 立马有了主心骨似的 来的路上 医生已经简单包扎过了 现在在等手术 我把包扔到病床上 俯身查看须绍的情况 头部包扎得很严实 看不到明显弯伤 只能看出脸色苍白 只见腹上他的脸庞 我的泪请客就掉了下来 会有生命危险吗 助理望着我犹豫了一下 然后点点头说 可能会 给看手术效果 我没了言语 小心翼翼地摇了摇虚绍的肩 醒醒 我是顾叔 助理上前提醒 顾姐 虚总被撞得厉害 可能暂时恢复不了意识 我无力地坐在床边 垂下头低声说 你先出去吧 我跟他单独待会儿 助理听话地走了出去 还顺带眼上门 房间里只剩我和虚绍两人的时候 我才感觉到一丝不真实感 最近的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让我应接不暇 先是得知意外怀孕 然后是预约手术 接着虚绍又出了车祸 一桩装一件件 都集中发生在这小半个月里 我甚至还没想好 怎么在手术之后和虚绍提分手 下一秒他就站在了生与死的分界线上 我把虚绍的手抽出来 放在我的肚子上 虚绍 你醒醒 醒来再看一眼孩子 本来是下意识的一句异语 但虚绍的眼皮居然真的转动了 我惊喜得不知所措 于是接着毫无逻辑地往下说 你不是说要娶我吗 你醒过来 熬过这次手术我就嫁给你 虚绍的眼皮又微微地抖动了一下 我等待着他的反应 几乎忘记了呼吸 但随着那几下波动过去 虚绍又恢复了毫无知觉的昏迷 我的那口气提在胸口 上不去下来 从惊喜变到失望 可能是受了孕激素的刺激 也可能是情绪转变太激烈 我的泪线突然失手 咸咸的泪珠大滴大滴地掉下来 落在我的手 还有虚绍的手上 我边哭边骂 你他妈快给我醒过来啊 我们公司还没上市 我还怀着孩子 你还没娶我呢 你这个王八蛋 一点责任都不负 又固执地要死 当初我是对不住你 把公司的精力出卖了 但那不是因为你死活不跟我分手吗 我拿了你爸妈的钱 怎么可能还跟你在一起 我说要走 你非要留我 现在我爱你爱得要死 结果你他妈出事了 我越骂越伤心 想起了这三年里 因为愧疚感留下来 给虚绍当情人所受的委屈 想起了知道虚绍订婚时 他对我说 我们连情侣都算不上 要不是虚绍现在受伤了 还躺在床上 我真想把他扯起来打一顿 情绪充斥着大脑 我完全没注意到 身后病房的门被打开了 顾顾姐 虚总的未婚妻来了 助理站在门口小声地提醒我 她不知道站在那里多久了 病房门口还站着一个 背着包包打扮美艳之幸的大美女 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我尴尬的 只想历史就晕过去 你就是顾书 背着包包的大美女 有些犹豫地问道 我点点头 迅速背过身去 抹了把眼泪 助理这时候终于恢复了眼力见 乖巧地关上门 自己出去了 我脸上温度灼烧 又羞又恼 根本没有抬头的勇气 美女倒是一点没觉得尴尬 很自在地 给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下 你好啊 我叫丁耶烟 是须绍的商业联姻伙伴 经常听须绍提起你 他款款大方地说道 我洋装镇定 丁小姐你好 丁耶烟撩了下刘海 低头轻笑起来 顾小姐你别紧张 我不是来找事的 我和须绍只是契约关系 没有感情瓜葛 等我得到家里继承权之后 就会和他退婚 我惊讶地眨了眨眼 我这次来不是为了须绍 而是为了你 有些事我觉得 需要和你当面说清楚 丁耶烟说 其实和须绍假订婚这招 是我提出来的 因为我家里最近正在夺权 有一个优秀的订婚对象 可以给我加码 所以我说服了须绍 起先他死活不同意 后来我打听到了你们的事 告诉他 要想你们的关系再进一步 就必须来点外部刺激 所以他才同意和我演这出戏 须绍很想和你结婚 你知道的吧 他俏皮地冲我眨眨眼 我的脑子飞速运转 无数紧要的问题 在我眼前盘旋 比如联合上市后 你们的股权如何分配呀 在比如商业联姻之后 有没有利益纠葛呀 可是最后涌上心头的 只有一个 我问丁烟烟 可是须绍不是一直 指拿我当情人吗 丁烟烟笑了 原来你们城里人 都恋爱对象叫情人啊 我愣了 丁烟烟的语气 就好像在感慨 怎么世界上 还会有你们两个 这么纯粹的恋爱脑 我反问 须绍难道不是 丁烟烟无嘴倾笑 你们两个在搞什么 虐恋情深呢 反正我只知道 须绍爱你爱得要死 甚至不惜和家里闹掰 我惊讶地合不上嘴 丁烟烟眼里的虚绍 和我认识的虚绍 简直像活在两个世界里 叔叔病床上 虚绍突然转醒 小声地换着我的名字 丁烟烟耸耸肩 该带的话 我都已经带到 他醒了 有什么想问的 就去问他吧 说完他就提起包 利落地站起身 走出了病房 我下意识地伸出手阻拦 却被虚绍绊到截了虎 你干嘛 我没好气地问 虚绍虚弱地咳了咳 叔叔 我有话跟你说 见他这样 我只好重新坐下 丁烟应该跟你说了 我和他就是合作伙伴关系 那个订婚 就是他给我出的馊主意 要不是为了刺激你一下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我有点生气 你要是真喜欢我 好好跟我说不行吗 为什么非要联合别人来气我 虚绍委屈道 我怎么没跟你好好说 上个月我不是跟你求婚 你给我无情拒绝了吗 我想起上个月 好像是有天夜里 虚绍抱着捧玫瑰花 满身酒意地跪在公寓门口 跟我求婚 我以为他是喝糊涂了 头脑发热 于是就拒绝了 我心虚地反驳道 哪有人求婚 喝得跟烂泥似的 虚绍摸了摸鼻子 这不是酒壮怂人胆吗 他突然大声 再说了 我也没喝多醉 后面抱你去卧室 你不还一个劲求饶吗 我连忙捂住他的嘴 怕他再说出什么 少儿不宜的话来 你不是受伤了 说话小声点 别扯着伤口了 我瞪了虚绍一眼 他终于乖巧下来 现在开始 我问什么 你答什么 虚绍窝在病床上 小幅度地点点头 丁烟烟说你喜欢我 是真的吗 虚绍倒吸一口冷气 你难道这都看不出来吗 我有些不好意思 忙接过这个话题 那你不介意 我三年前 出卖公司机密的事了 虚绍摇头 当然介意呀 我生气道 你介意还说喜欢我个屁 你就是想用花言巧语 骗我留下来 浪费大好青春 虚绍也没生气 只是反问我 那你喜欢我吗 顾叔 我不喜欢你 还把手术推了 跑过来看你干嘛 那我和丁烟烟联手骗你 你生气吗 我当然生气 我恼羞成怒 这是两码事 虚绍气笑了 怎么就两码事了 我理亏 哑口无言 一个人垂着头 在那生嫩气 其实我和虚绍的相处模式 从大学起就这样 每次吵架 我都说不赢 我有时候都怀疑他和我在一起 是不是因为和我吵架 每次都特有成就感 虚绍又小心翼翼地 把手伸过来碰我 我无情地啪一下打开 虚绍语气软下来 姐姐 我都伤这么重了 你还舍得生我气吗 舍得 舍得死了 话是这么说 心却软了一半 虚绍这小子最会拿我死穴 每次把我惹生气了 就示弱 我知道三年前 你拿我父母的钱 要和我分手是迫不得已 但你至少应该 把真相和我说呀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 虚绍的声音 将我的思绪 迁回了三年前 那一年 虚绍的公司濒临破产 又碰上我爸在外面 欠了几十万的高利贷 虚绍家里很有钱 我一直知道的 这傻小子每次来上学 都会提前让家里的司机 停在学校几百米外的路口 然后下车走路上学 他以为自己装普通人 装得很像 但他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 有种东西叫气质 穷养出来的孩子 和富养长大的少爷 就算在外表上没有差别 但日常相处下来 也会感受到细微又宏大的沟壳 虚绍和我表白 在一起的时候 我很天真的想 只要我不图他的钱 我们就可以像正常情侣那样了 但是生活 怎么离得开钱呢 没日上事的时候还好 一日上事 那些精心维护的关系 就像张透风的渔网 谁都能在里面撕扯下几块破步 我和父母如此 和虚绍也如此 所以当虚绍的父母 在咖啡厅找上我的时候 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小郭啊 你们家的情况我了解 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但你和我们家虚绍是真不合适 你们两个人的差距太大了 这是两百万 你拿着去给你父亲还债吧 虚绍公司那边 我们也会尽快汇款过去的 我张了张嘴 只能听见自己说谢谢的声音 就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虚绍的母亲穿着华贵的衣服 手起手络就开出了天价支票 可我却没有为了爱情 放弃一切的勇气 我接过了支票 然后当着他的面 给虚绍打电话提了分手 这场戏里唯一的意外就是虚绍 我好赖话说了个遍 但他还是不同意分手 彼时我已经把钱会给了家里 我把剩下的钱存进卡里 把虚绍约出来 为什么非要分手呢 叔叔 你明明就这么喜欢我 虚绍在咖啡厅里正惊危坐 谁说我喜欢你的 我只喜欢钱 我把那张银行卡拍在桌子上 这是你妈给我的两百万 你给得起吗 还有你那个破公司 分钱不赚 还到网里搭钱 虚绍有些疑惑 他握住我的手 叔叔 不就是两百万吗 我们很快就会有钱的 你喜欢钱 没关系 我会挣很多的 我只求你一件事 别离开我 我觉得既无力又好笑 原来在我眼里 足以买断我一生感情的巨款 在虚绍眼里不过是国家家 虚绍 我们真的不合适 我淡淡的说 虚绍看出我的认真 但他还是不死心 为什么不合适 哪里不合适 虚绍的固执我是领略过的 我只好拿出杀手锏 将公司的机密出卖给对家 本就奄奄一息 苦苦挣扎的公司 瞬间崩盘 虚绍被逼到绝境 只好向家里低头 他终于同意和我分手 临走时 我拉着行李箱 他去车追到机场 只留下一句话 姐姐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他红着眼 一字一顿 我十分畅快地笑了 好啊 来报复我呀 反正 我也不是很想活了 抱着这种摆烂的心态 我回家待了两个月 顺便还和我爸断绝了父女关系 正当我收拾好心情 准备重新工作的时候 虚绍飞来了我老家 他追我追到了姥姥家 不是夸张手法 就是字面意义上的 我姥姥家 我当时正坐在池塘边发呆 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 顾叔 跟我回家 我说了 你跑不掉的 虚绍双手插兜 站在我身后 我鬼使神差地 跟着虚绍回了C室 就这样一晃过了三年 现在他躺在病床上问我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 我苦涩开口 虚绍 相信也是要资本的 以前 我哪有资格跟你谈什么相不相信 我连上堵桌的宠码都没有 虚绍撑起身 将我拉进他的怀里 所以呀 叔叔 我没怪你 我抬起头和他对视 虚绍语气轻缓 面带回忆 最开始知道 你出卖公司机密的时候 我真的决定放弃你了 但是后来我冷静了两个月 就又想明白了 我只是气你不愿意把真相告诉我 但我没怪过你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给你当情人 虚绍恨铁不成钢地叹了口气 我要是不这么说 你当初会跟我回来吗 我摸了摸鼻子 他说的还真有点道理 当时我之所以答应虚绍回来 就是抱着补偿他的心理 假如他当时实话实说 我肯定觉得是他在怜悯我 突然 我脑海中灵光一现 想起了一直被我忽略的细节 我出其不意地掐了把虚绍的腰 他瞬间痛地从床上跳了下来 好呀 我就说你怎么突然就出车祸了 原来都是装出来骗我的 虚绍尴尬地笑着摸了摸头 用大力将我抱在怀里 姐姐非常是气非常手段嘛 不这样我们的孩子怎么保得住 他的眼里盛满笑意 我往他胸口捶了一圈 你自己说的一码归一码 虚绍不讲武德 抓住我的拳头亲了一口 我瞬间起了鸡皮疙瘩 在病房里和他打闹起来 可能因为是在孕期 没会儿我就跑累了 助理来敲门的时候 我正躺在虚绍怀里喘气 虚总你们和好了 他小心翼翼地问 我和虚绍齐声喝道 出去 助理又一脸委屈地 关上门出去了 两个月后 丁音音成功拿到家里的继承权 他和虚绍退婚了 正式终止和虚绍家族公司的合作 虚绍经过两个月的扯皮 也终于说服了家里 我们计划在十月结婚 丁音音听到这个消息 给我包了的大红包 他对我充满感激 嫂子 当初要是没有你 虚哥肯定死活不跟我合作 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等以后我的公司做大做强了 虚哥要是欺负你了 你尽管来找我 我嗤之以鼻 得了 少来那套 你少跟虚绍联合起来骗我 我就谢天谢地了 丁音音连忙指天立事 不会了 绝对不会 他小心陪笑道 上次那不是特殊情况吗 对了 等孩子出事 我可以当他干妈吗 我跟着孩子有缘 我笑着点点头 行了 那你可得好好争气 将来我孩子好抱你大腿 丁音音心满意足地走了 等到半夜 我才回过未来 捏起虚绍的耳朵 友善询问 虚绍 当初你装车祸的主意 是不是也是丁音音出的 虚绍又痛又困 别喊我放手 老婆 这事都过了这么久了 你提他干嘛呀 我们一起眼睛 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鬼 少胡我 不然丁音音为什么说他 和我肚子里的孩子有缘 他这个人鬼精 从不多说一句话的 虚绍四口冷气 心虚地摸了摸耳朵 最后 在我的言行逼供下 终于承认了 但他毫不犹豫地 把过错全推到丁音音身上 并且表示 要在生意场上 狠狠坑他一把 替我出口气 我被气笑了 一巴掌拍到他脑袋上 少说鬼话 人家一个小姑娘 在商场上做生意 本来就不容易 招你惹你了 虚绍委屈道 那你究竟要怎么样才消气吗 姐姐 他耍无赖 抱着我不停地蹭 只把我哄得晕头转向 幸好我还保持了 最后一丝理智 事情以虚绍顶替家政阿姨 连续一个月 回家打扫卫生为结局 你这么辛苦把我追回来 我还经常无理取闹 你就没有后悔过吗 虚绍停下来 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 然后回答我 这个嘛 我确实有时候会觉得很生气 但问后悔 好像还真没有过 说到这儿 他停下来冲我笑了笑 毕竟 我把我的月亮追回来了 全文完